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2人 候补中央委员171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在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 反复酝酿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的 你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和你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分别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 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一致认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勇于创新扎实工作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信心 宁心俱立 只争朝夕 真抓实干 着力全面深化改革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着力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全力以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 迈出新的步伐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成绩 全会认为 开好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而奋斗 具有重大意义 全会提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 在我们党领导下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紧紧围绕挥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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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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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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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